Casey 妳在做什麼看起來超認真的 我在找我的真命天子啊 他呢 要有 宋仲姬的高大身材 李生姬的聰明頭腦 還有李准姬的勁俏臉龐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完美男神了 這些機我都不認識耶 不過說到綜合以上如此全方位無死角的特色 我想妳一定要認識這一機 精密加工界的王者 真的 有這麼厲害的設備 可以超越這麼多韓國歐巴 別再滑手機了 先來看妳就知道了 你怎麼帶我來實驗室啊 難道傳說的全能王者就在這裡嗎 進去看看妳就知道囉 哈囉妳好 請問妳就是全能王者嗎 喔不是我啦 是這台精微複合加工機 喔真的嗎 像是它有多項功能 有微洗銷 微放電 還有微雷射 還有微超音波加工這些功能 都可以在這一台機器裡面完成 然後讓我們的成本跟時間能夠節省下來 它才是真正的全能王者 哇這聽起來真的很厲害耶 不但可以多工自由搭配 客製化選擇 大幅的擴張了應用領域以及範圍 果然是王者 請問這個也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有精微複合加工設備做出來的嗎 是啊 這個看起來平滑的平面 倒上一體 立刻冒出來密密麻麻的泡泡 這就是我們精微雷射加工的成果 每一個mm平方就有50個小孔 這種氣氛軸塵 透過許多的串連 就可以打造出我們高科技產業 所需要的運送磁服列車 像是半導體生產過程中需要穩定 精準運送 這些傳統平台已經沒有辦法滿足 我們開發出來的 赤文密集精密氣浮運動平台 它具有零摩擦力 而且有赤文密集的定位 重複精度 直線精度 這些就可以達成我們目前的需求 而且連載重50公斤 都能夠穩定的平滑移動 以光學鏡頭產業來說 智慧型手機朝向輕薄化發展 鏡頭內的塑膠鏡片已經平臨了物理的極限 多數廠商開始朝向 非球面模造玻璃 搭配塑膠來設計 結合自駕車的液體 隨著先進輔助駕駛系統 逐漸成為標準化的設備 帶動車載鏡頭的需求 越來越多 玻璃鏡頭的模具材料 大部分使用燙化屋跟燙化系 但是這兩種材料的硬度都相當的高 目前我們是以超精密的製程 搭配橢圓振動切削製程 可以讓鑽石道具直接對燙化屋 烏合金這兩種材料來直接做加工 材料餘除率相對的可以提高 目前這個製程已經是主流的製程了 機密微小元件不僅能讓汽車、機密機械、 醫療及生活科學等領域運作更為精確 對於自動化生產、機器人、物聯網、 智慧化等工業4.0概念與系統 更是至關重要 金屬中心超機密加工技術 不僅能為產業帶來高效的加工產值 更可以為美好的生活增添更多注意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我們技術開箱系列影片 MRDC科技前線也無限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